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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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夜自助十一店 大家好 我是张东良 那这一次在五夜自助十一店里面 我的角色的名字叫James 他应该算是一个loser 就是一个又失业 又失恋 算是我演戏生涯当中 最落魄的一些经验都发生在这个角色身上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一个字来介绍这个角色 她就是一个loser 嗨 大家好 我是Generi 搜索湘婷 那我在这剧中扮演的角色是 栋梁的同居女友Karena 我们是一个同居了十来年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而辞职未婚 那我就是那一个辞职得不到爱的那个人 但是我中间有一场就是我要吃蟑螂 我看到剧本的时候我就说导演这是怎样 我看你的蟑螂是真的还是 嗯 这是他什么 嗯 还好 有他 我就想还好 蟑螂你算很漂亮 我是觉得人是落魄到一个什么境界才会 连吃蟑螂这件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这个就是我角色的那个处境 你真的不看 然后那天演的时候也演得蛮有趣的 然后也克服了我对蟑螂的这个恐惧 因为其实蟑螂应该算是这么多 非从蜀蚁里面我的第一名 就是会让我觉得不OK的 结果这一次我居然跟蟑螂这么的亲密接触 然后觉得他们其实也挺可爱的 哈哈哈 印象最深刻的那场戏 肯定就是那场大雨啊 就是那场夜戏 就是必须要拍我哭 然后呢偏偏这时候天又下起大雨 结果那一个镜头呢基本上就是 我哭 然后老天也在哭 然后我跟老天在抢戏 反正实际上就是非常冷 但我又必须要非常伤感 我有很多个点就是会有那一个正式的情绪释放的 很多时候那一种哭得不能自己的眼泪 确实是属于我的我自己本身的眼泪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剧中的这个女主 她的个性和她的故事多少跟我曾经经历过的是有像的 所以不就是有那句话吗 就是在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吧 她是一种近乎赤裸的自我剖白 Jenory她其实她如果什么都不做就定在那儿 她其实就很这个角色 很容易让我会有情绪在里面 她就是有一种看到她很想疼惜她的那个样子 所以这次跟她合作蛮开心的 其实很多场很就是比较情绪的一些戏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导演基本上都第一个take都ok这样 所以还蛮有默契的 我觉得虽然说第一次跟她合作 应该说第一次认识她就合作 然后拍摄的天数非常短 基本上第一天就要感觉好像已经认识了很多很多年的情侣 所以这次跟Jenory的默契我个人觉得挺好的 就是在我的29岁 然后即将要进入30岁的那天 我的面前摆放了一个蛋糕 我正在等待从一个女子正式成为那一个女人的那一个moment 我就想回到那一刻 就是女生嘛 非常神奇的那一个点就是当你把那个蜡烛给吹掉 然后许愿让你张开眼睛 那个感觉就是哇原来这感觉好棒哦 就是你会有那种我终于终于已经成为一个女人了 其实我真的第一我不相信这件事情是我从来没有去想的 那如果可以穿越我一直都觉得人是现在最好 就是live in the moment 但是如果真的真的真的穿越可能比较想回去吧 因为我觉得未来是一个不要有去expect任何东西 我觉得那比较有趣 可能回去看看比如说中学时期 我觉得中学时期都是最无忧无虑 玩得最疯 然后也是真正交朋友的时候 我很多现在的一些真的死党都是中学到现在的 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还蛮怀念中学时期的那段时间 所以可以回去看看当时自己的那种傻样 然后可不可以再告诉当时的自己 你要不要认真一点读书 不然以后 对啊回去吧 我其实不太想要去未来 我觉得未来就让自己去摸索吧 这部戏它我觉得它虽然有一点黑色喜剧 但是还是有很感动的层面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种比较loser的角色 然后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参与马来西亚的一个拍摄环境 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有趣 然后这一次参与的演员大家都相处得很好 也拍得非常有默契 虽然说拍摄的天数不差 我相信会是一个很棒的作品 大家想要看《我在这剧中》跟《栋梁》 究竟是插出了什么样的爱与恨的火花吗 一定要支持然后锁定午夜自助洗衣机 我们等你 我们一起参与哦 午夜自助洗衣机 你的人生需要自助吗 好久不见 这位叔叔 叔叔 灰烯再进去 怎么又是你 是我没错 我需要我需要自助 现在是2008年耶